二战之后才发展民主的国家 有那么十来二十个 台湾就是其中之一 台湾走到了全民普选 票票等值 大体公平 而且是真实的竞争 这个词我现在不解释了 但在学术上 它是特别含义的 台湾经过了几次的政党轮替 所以民主巩固已经确定了 台湾民主政治的评价 大家有很多批评 今天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 回家打开电视 晚上八点到九点 很多台都在批评台湾的民主政治 没有错 我也基本同意 但大家不要忘记 在全世界两百个国家里面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 我有八个字的评语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上面大概不到三十个国家 下面呢 大概一百七十个国家 所以台湾的民主政治 站在全世界什么地方 应该很清楚了 中共的戒选 有军事手段 经济手段 文宣手段 统战手段 跟黑道 这些我都不需要多讲了 我们特别要注意 它现在戒选 用到旅游团 请了旅长 退降团 什么等等 然后台湾的亲共社团 跟政党也在帮忙 有一些呢 比较亲中国的陆派的政党 跟社团也在帮忙 我比较担心是黑社会 将来中共统战成功黑社会 统战成功里长 这两者一结合 黑社会就会盯台湾的这里长 然后去盯票柜 可以动员 可以吹票 可以盯票柜 最后定讲统制度 就直接影响到台湾的选区 可以影响到票柜 这才是我们要担心的 所以有没有效果呢 有点点效果 但如果说 我们现在防止的话 还来得及 如果现在不防止的话 将来可能会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